大家晚上好 晚安 可以表演當場趣事嗎 我還可以當場表演合訪 Michael Jackson 我跟你講 欸 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新的 攝影棚 這新的攝影棚啦 小夫 晚安啊 好 都很棒 今天要跟大家 一樣分享一些案例啦 好不好 裝LED的室內燈會造成室內燈全部短路嗎 不會啊 凱迪拉克你還記得喔 呵呵呵 凱迪拉克很久了耶 開一集一小時了 阿呆有沒有聽到 有人說要開一集一小時了 欸 我們這樣講話有沒有回音啊 沒有 沒有啊 好久沒有看到這樣叼車 讚啦齁 小熊呢 小熊收起來啦 小熊現在不流行戴口罩了 台燈改成麥架 不是啦 這是一個那個啊 手臂啊 那個叫什麼 機械手臂啊 之後齁 如果我們把那個 鏡頭拉廊一點的話 可以 有兩個 來賓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來 邀請來賓來這邊聊聊天 什麼東西修好 你說後面這個正義女神嗎 對啊 這我修好的啊 我跟你講這個齁 我那一天那個 松菸有那個 古董市集 我一看到 我就馬上決定 我覺得是一定要買 一看到我就是決定 這一隻就是我的 正義女神 我喜歡這種 東西 對啊 請請一些特別來賓來聊聊天 對不對 前面沒電腦 會不會很怪 我前面有電腦啊 在這邊啊 只是你們沒看到而已 有啦 前面有電腦 裝很多錢 這個喔 沒有啦 要裝很多錢 開箱小吃的皮包 來 小鴨自改手 工程會很大 不會很耗大啊 只是 驗車院不過而已啊 好不好 真正怕去的男人 出門就是要帶一百塊 146M3手牌的還沒啊 還沒賣啊 不會啦 那不會那麼快賣啊 那個 我才剛去修理場 雕回來而已 還沒還沒簽回來 還在修理場 好啦我先講一下那個 那個 我大概兩三個月前有人 你們有沒有 線上有沒有人啊 齁 有聽過那個 里程 儀表里程阻斷器 有聽過了 打加一好不好 齁 就是有一種晶片 有沒有 聽說FB廣告打得很兇 我是沒看過啦 我都是網友貼給我看的 他說 在你儀表後面齁 再串連一個晶片 那之後就可以這個 抑制你儀表上升 就是 里程上升的速度 累積的速度 有看過的 幫我打加一 我來統計一下 有多少人看過 蠻多人都聽過的齁 好 那我很多人叫我講這個啦 我現在來講一下好了 其實這個東西 我一直沒有 其實很早之前 有很多 粉絲朋友貼給我 但是我一直沒有去講的 原因是因為 我要去 證實一下 這個東西 是什麼狀況 那後來我 今天 早上也跟 原廠有通過電話 B&W 因為我有去找 然後我也有去找 那個 對岸的齁 淘寶網 青 有沒有 欸建民哥 晚上好 哇 建民哥來看我了 來跟這 建民哥問候一下 問好一下 謝謝菜吉巴 喔 在德國自主有follow我老婆的臉書 謝謝喔 感恩你follow我老婆的臉書 太感恩了 好啦 那個阻斷器齁 我有跟原廠了解過了啦 啊 對岸也有在賣啦 我有去 我有去 找過 不貴啦 我本來想要買回來試的 後來我覺得 嘖 試那個東西 不是很好 我大概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 我看他大部分賣的是雙B的 雙B的阻斷器齁 那雙B的車其實在很久以前 大概約末十年之前齁 十年之前齁 好 在十年之前齁 其實他們在 很多車上 車身的電腦也好啊 變速箱的電腦也好啊 每個還有晶片鑰匙也好啊 其實裡面他們都有 里程記載在 各個地方 所以你阻斷器只是阻斷你 儀表 的這個部分 只是減少你儀表顯示的部分 但是呢 你藉由晶片鑰匙 好 原廠去讀取你晶片鑰匙的 內部的里程紀錄 或者是你變速箱上面的 變速箱電腦的里程紀錄 都查得到你真實的里程 所以那個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個東西 好 就是你自己看到是很少 但是實際上如果真正 比如說買方 去跟你查證的時候 其實 是查得出你 里程不準確的 好 是查得出你里程不準確的 那現在很多更新款的這個 雙B的車啊 他們的里程的記載 除了晶片鑰匙 有里程記載 然後 引擎的電腦 有里程的記載 呃 變速箱的電腦也有里程的記載 甚至啊 B&W的車現在連大燈 大燈的晶片裡面 都有里程的記載 也就是說 你一台車回來 假設你開了十萬公里 以表是十萬公里 以外 你的 晶片鑰匙 如果拿去讀內馬 它裡面也會顯示十萬公里 你的 變速箱電腦經由車身去連接 之後 也會顯示十萬公里 甚至你大燈的晶片 被讀取了 也會是十萬公里 所以你裝的阻斷器 只是阻斷表上面 顯示的數字而已 剛剛有人說什麼很多 什麼朋友都有裝啊 我是建議喔 不要去裝齁 這個就是詐欺的行為 齁 你除非你是為了自己看起來 數字很低 你很爽 但是你如果用這個數字去欺騙人家 你明明已經開二十萬了 結果你表上顯示五萬公里 你賣給人家 你一定會被告詐欺 詐欺是刑事案件喔 不是民事喔 所以喔 這是公訴罪 所以我是建議說 不要去 不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看台灣人就是會喜歡這樣 去裝這些東西 然後 你不騙人還好 你說我裝的只是看起來爽的 你在賣車的時候 你告訴人家真實的里程 那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你如果企圖用這種東西 去提升你賣車的售價 或者是你去欺騙別人 你我覺得這樣是很不好的行為 齁 第一次炸雞緩刑而已 對啦 台灣殺人第一次可能也不會死 沒關係 多殺幾個嘛 齁 多殺兩次就好了 你像我這種有道德潔癖的人齁 就算第一次我都沒辦法接受 啊這就看每個人自己的 做人處事的態度了啦 好不好 啊如果覺得第一次沒關係 就去做做看也沒關係啊 對啊 好 所以這個在這邊就回覆一下很多網友齁 私訊給我的這個東西 跟大家分享 然後第二個有一個案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齁 我覺得現在齁 大家都很熱心你知道嗎 大家都會趁在週三直播之前 就先把一些可以談的東西丟給我 然後擔心我禮拜三 沒有哏跟大家分享 哎 太噻我咖啡還沒來嗎 蛤 太噮了 媽的延誤到9點45分 他小 好爛喔 定的時候9點現在跳到45是怎樣 UberE也太爛 這樣誰抓都準吃飯的時間 齁 那個小鴨之後會賣啦 來我看傑瑞問什麼 機油油泥解決方案 Vios開示空調方向正抖阿阿姆 Vios 抖是正常的啊 Vios抖兩個方法 一個換原廠的 引擎腳全換掉 清雞探之外呢 來來跟大家分享 Vios為什麼會抖動聲音那麼大 因為它在頭段延伸下來中段 觸媒那個部分 它少了一節那個 有沒有人看過一個 軟的 鐵絲網編織而成的一個軟管 排氣管 它有一個 緩衝的作用 那因為那個Vios沒有那一段 沒有那一段 排氣管的那個防震的軟管 所以就會造成 你引擎抖的時候 你整段的排氣管都跟著抖 然後就勾勾勾勾勾勾就覺得很吵 有人會去加那個軟管 就聲音會比較小 CVT變化箱 改加大散熱冷排 是否對激烈抄架幫 呃...如果是激烈抄架 應該是有用啦 但是你如果沒有激烈抄架的狀況之下 我會擔心說 你...你的變速箱 有一直沒有在工作溫度上 我覺得也不是很好 我覺得也不是很好 16年Vios簽新車一個月 倒車撞到後行李箱 以示直接換掉行李箱 導致現在後行李箱沒原廠貼紙 這樣賣中古車行的 不是中貢好不好 中古車行不是中貢車行 呵呵呵呵 林祥 不要打錯字好不好 差一個字 等下害我被出征 一定有價差啦 欸這個也是 蠻常有人問我的問題 他說 假設我的MK4才開三個月 然後門就被插傷 然後對方陪我說要整片門換掉 請問這樣會不會影響中古車價 好啊跟現在王林祥的問題差不多 那其實我是這樣講齁 車子換掉板件一定會影響中古車價 那他們都會問那會影響多少 我告訴你 你都不要賣 就不會有影響 也就是說 你現在馬上賣 好假設影響三萬 但是你過十年後賣 也許只影響五千而已 你 你的車殘值越低的時候 賣掉影響越小 你的車殘值越高的時候 影響就會越大 寫 蔡易張 超好看的小鴨 謝謝謝謝 我們每次拍這個都 花好幾個月 所以希望大家幫我們 訂閱好不好 多分享好不好 以後才有預算做這種片給大家看 紫巾謝謝你 五十顆星星 七八人坐旅行車 車內音會比一般叫車來得多 也會阿 會阿 內裝閃閃的聲音那不用抓了啦 不用抓了 因為他 組裝的東西越多 椅子越多 雜音就越多 那個你抓不完 謝謝 喬許蟲的五十六顆星星 五六不能亡 好不好 吳柏易 三十分送到四十幾分 會不會等他送來我都下波了 然後喝下去 那個 晚上又不用睡了 阿不用睡我老婆又擔心了 對不對 我精神太好我老婆又擔心了 固定速域輪胎有轟鳴聲過一百二 那個輪胎的平衡去做一下 去做輪胎平衡 新鮮草評價如何 之後我們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記得訂閱 沒有訂閱快點去按訂閱 我跟你講齁 做隔音如果是兩千多塊的隔音條工程 會有一點點風切聲的幫助 我覺得你可以先試試看 但是我覺得其實隔 那個隔音是蠻全面性的問題 就是他包含了你整個車子的 呃扎實度也好 板件的厚度也好 呃 共振的聲音也好 組裝的品質也好 好地毯的厚度等等 影響層面太廣了 所以最 你如果真的是對聲音很挑剔的人 建議你 還是真的要買 高級一點的車款 要不然你 如果一台國產車 你要求很高的話 我覺得你不花個幾萬塊 是很難處理到好 跟健民哥合作一支影片 會啊會啊會啊 如果健民哥有空的話 我是怕健民哥現在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忙 有空我一定會 找健民哥來合作一下影片 可是我跟他 不然我跟他合作拍個舉光日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都按讚了 我要講下一個案例 這個是 Mobile01的啦 Mobile01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我就不貼在網路上了 我直接大概幫大家敘述一下 這個內容 來 他說這個標題 如果不知道你們可以自己去 Mobile小惡魔 欸 像你來了 可以去那個小惡魔的論壇搜尋一下 他的標題是 在不知道二手車價的情況下我買車了 好 那這個案例是 呃 我其實在很久之前的直播 其實就有分享過類似的案例 我大概講了一下 然後 反正就是他在網路上看到了一台馬三 然後他就去他就跟那個店家說他一個月貸款不要超過一萬 然後他想要買這個車 剛好業務說欸我剛好到你家附近 那你雙證件給我我幫你審核一下額度 齁 然後就請他簽了一張同意書 齁就簽完了 其實我跟你講齁 他請他簽的那個同意書啊 不是什麼 什麼申請額度的 那個同意書其實就是 對保 齁其實就已經對保好了 他就等於是叫你簽說這個是審核案件的同意書 但是其實那個已經對保好了 然後把你雙證件收走 好那之後呢 他說銀行打去你就說對對對有有有就好了 然後他就說對對對有有有 齁最後他就 那個車行隔了兩天就跟他說 欸這台車已經是你的 我已經過物好也撥款了 齁而且啊一直到了撥款啊 這個買方也還不知道這台車賣多少錢 齁最後他們去警察局 警察局說這是民事案件 齁你們自己協調 所以警察局也警察也不不經手齁 好民事案件 好然後 最後齁 最後他買了一台 2015年的馬山五門2.0自然進氣 白色辦到好 70萬 2015年的馬山 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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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呵呵呵呵 呃 好結束 齁 這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記得我之前有呼籲過大家 你買二手車 雙證件不要交出去 雙證件不要隨便交出去 齁 那很多都會用強姦式的撥款 齁 所以我所謂強姦式的撥款就是這一種 齁就是 他跟你說 他只是說要幫你審核一下 說欸你可以帶多少錢啊 齁 那你可不可以這個 貸款可不可以過啊 過件啊 齁 然後就說那你雙證件給我啊 好熟悉的故事齁 阿兵 對不對 然後下一刻就說請你來交車了這樣 齁 下一刻就是請你來交 所以跟大家分享齁 以後你們自己出去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雙證件不要隨便交給人家 也不要簽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買車很簡單 你看完車付定金簽定型化契約 齁 定型化契約 他該要幫你修什麼東西 該要幫你整理要送你什麼東西 他寫得清清楚楚 你買多少錢要寫得清清楚楚 要簽貸款的審核的 這個對保的時候 同意書的時候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買什麼車 你貸款多少錢 利率幾趴 月付款多少錢 你都用清楚的再簽 我跟你講十個有九個 你去警察那個 去銀行跟你對保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 簽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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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這裡簽這裡簽這裡 你就一直簽一直簽 一直簽一直簽 簽到最後你就被簽到地獄去了 好不好 你就上天堂了 齁不要亂簽 身份證不要隨便給人家 阿兵 晚安 有LAG嗎 應該沒有吧 欸我們現在這邊 欸 我新辦公室直接網路處理最快的餒 再斷再LAG 我就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了欸 對啊 之前有一個就是 車價18抄帶50 最後變成車價48 這個我們好像前兩個禮拜也有講過 這個案例 18 50 48 這個 我們之前也講過 原廠用的機油會很差嗎 不會阿 原廠用的機油不會很差 但是我跟你講 有某一個時期的頭佑大 齁 他們的機油品質有問題 所以頭佑大有原廠有買過比較差的機油 造成頭佑大在某一些年份阿 你只要去回原廠保養的人 用到那一批機油都會有油泥產生 那這個很久大概十幾年前的事情 所以現在應該是 之後他們就換廠商了 齁 之後他們就換廠商 油門開到38 突然空轉一下 需重新採油門 過速度38才會順 是不是變速箱怪怪的 2001年Permacy 有可能 2001年Permacy有變速箱的通病 他到一個里程數的時候 齁 會有變速箱的問題 那他有時候也不一定會是變速箱 有時候他有可能是那個叫做 路馬錶感知器 齁 車速線 齁車速線啦 車速線 齁有時候是車速線影響 有時候是那個變速箱油網太張影響 但不一定是 變速箱有問題 不一定是變速箱 油泥怎麼看喔 油泥很簡單阿 油泥你只要把機油蓋打開 引擎上面那個機油蓋把它轉開 稍微看一下蓋子 或看一下 拿手電筒照一下 齁 那個上蓋裡面 你會看到 一層厚厚黑黑咖啡色的 泥狀物一塊一塊的 那個就是 有一點像 那個感覺有一點像 燥灰搭的蚵仔間 齁 附著在上面 那個就是有油泥 保養自備機油被寫備註會有什麼影響嗎 沒有 但是出事情的話 你跟他要保護的時候就有了 齁 你以後引擎出什麼事情 你回去找他爐的時候 你要出保護的時候 他就會說 欸你看 你用這應該是你用這機油的問題 我跟你講啦 玩手都這樣啦 我跟你講保險公司也都一樣啦 這也不能怪原廠啦 對不對 你保險的時候啊 服務多好 收錢的時候多快 你真的出事情要去出險的時候 欸查看看 對不對 是不是媽的 想要敲詐保險經 齁去查看看 你看你有沒有出什麼皮肉 你要提交上來的證明 有沒有 沒有提交到的 尿東尿西的 對不對 都是一樣的啦 好不好 商人都是這樣啦 出 我跟你講啦 沒有出事的時候齁 都你兄弟啊 大家都好朋友好兄弟 出事情的時候 大家來會的時候 我告訴你 連父母都翻臉了 哈 你問周星 周星馳說 欸你會不會呼嚨你老爸 對不對 周星馳就會說 那看有沒有好處囉 阿如果有勒 阿就糊弄他啊 對不對 正常的啊 小思哥為什麼不喜歡韓國車 其實我不是不喜歡韓國車 你誤會了 我是不喜歡韓國的所有東西 我跟你講啦 大家那個 不是都很喜歡看嗎 一大堆韓國的那媽的 塑膠人 然後一群在那邊跳舞 在那邊扭 在那邊扭 還會眨眼睛 欸有沒有 我從來都不看那個東西啦 好不好 我們直接就是媽的 看上元牙醫 卡在牆壁裡面 沒有在看他媽的在那邊扭 在那邊扭 在那邊腿在那邊踢 沒有啦 好不好 所以韓 韓國真的 不是我 我之前也解釋過這件事情 不要再污名化我 我們今天不是說 有 對於這個韓國車 覺得他有多爛 沒有 我不知道他好不好 因為我不想知道 好不好 也許他很好 但是我不想知道 像前一陣子在看冰箱 我老婆都看了一個 欸那個 左中堂的冰箱 左中堂你知道嗎 LG嘛 左邊的GG嘛 齁 左中堂 魚右刃 偏左偏右 LG RG 有沒有 左邊的GG 然後我媽的 我死都不買 我老婆說 欸可是做得蠻漂亮的耶 我說 我就是 我就是不要 我就是不要 真的啦 那個塑膠人我沒辦法 台灣也有塑膠人 有啊 新的背景誰設計的 沒有設計啊 這東西擺一擺而已啊 沒有人設計啊 我自己擺一擺 沒有齁 也許韓國的東西很棒 好不好 是我們 沒有去瞭解而已 我也不想瞭解 好不好 我在這邊再鄭重了 解釋一次 好 不要再污名化我了 我沒有說他們的東西很爛 沒有 我說我不知道好不好 呵呵呵 我不想知道好不好 我老婆會看韓劇 不會啊 我說她看韓劇 我就打斷她狗腿耶 怎麼可能會看 三星手機怎麼可能用 我不可能用三星手機的啦 二手四級買的 女神天秤很有質感 很有質感啊 銅的耶 欸我摸到女神的大腿 靠腰 不好意思 這樣會不會不進 對啊 反正就是這樣 不要再慘談國人的事情 好不好 幹人家Ice一定是最 最低最低的 最低最低的媽的 底線了 Ice已經是我的底線了 好像不是聽說三星還去 還去 還去那個 去 去什麼 去檢舉什麼 檢舉我們的哪個益金廠是不是 有的沒有的 新拉麵我不會吃 不好意思 嘿嘿 像你講錯了 新拉麵我連吃都不吃 跟朋友吃飯到場才知道 是韓式火鍋該怎麼處理 我跟你講 我就不吃火鍋本身 我就吃裡面的菜跟肉就好了 也不吃泡菜本身 好不好 也不吃鍋子本身 Premio的Airtown要不要升級 可以啊 有很多人這樣升級 做 對鴻海做電動車有什麼看法 沒有什麼看法 我看他怎麼賣啊 我跟你講啦 齁 納茲姐 他的錯 其實我覺得 我不是說他錯 我覺得 很多人泡的那些點 大家都常常看過了 那我跟你講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 好剛好啊 講到這邊時間差不多 我最後講一個故事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人啊齁 說小師哥你的賣二手車的這個 理念是怎麼來的 我之前分享過 我再講一次 我之前 有看過一齣日劇齁 在講Toyota那個日劇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泰山你知道嗎 有一齣在講Toyota故事那日劇叫 好不知道 欸有沒有人知道講一下 有一齣日劇在講Toyota的故事的 好 不管啦 我忘記名字 知道再跟大家講一下 喔 啊 Leader啦 對啦 Leader啦 Leader啦 好 大家可以去看這一齣齁 叫Leader Leader 有沒有S 我不曉得 叫Leader 領導者 他是在講Toyota的一個故事 戰後齁 戰後的時候 那時候 日本戰敗國 那Toyota他本來是做紡織起家 所以他原本 家裡就蠻有錢 可是他那個第二代的 公子 就想要對車很有興趣 他想要做一台日本人自己的車 那那時候因為他們戰敗國 所以美軍欺壓他們嘛 把福特汽車通用汽車都倒進美國 然後用很優惠的關稅 就是要 強迫日本人消費這一些福特的車 或者是美國的車子 所以他就一直很想要自己做 就一直很想要自己做一個自己品牌的車子 好我不管最後 反正裡面有很多故事你們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最後他做出來了 他先做卡車開始 好 就那種大卡車 在載木頭啊 載貨的 那我印象有很深刻的一幕是 他一直 他在賣這些卡車的時候 一直去跟人家講說 你 因為大家都覺得 美國的比較好嘛 因為美國人 比較早開始在製造這一些機械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一直 在銷售的時候就一直去拜託他們的國人說 你一定要支持我們自己日本人做出來的車子 所以呢 是不是很多日本人願意支持他 就買了他的卡車 結果他的卡車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 後面的傳動軸 他是後輪驅動的齁 後面傳動軸的那個 強度不夠 所以當他載著種的貨 在爬山的時候 要去送貨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那個傳動軸 扭斷掉 阿你就過路 丟車 阿所以 那個買這個車的人就很生氣 他就覺得說 我相信你日本人 阿你現在我要去送東西 我很急著要把東西送給我的業主 你現在讓我在半路 半路拋錨了 我怎麼辦 你知道他們的做法是怎麼樣嗎 他們 只要一接到說 你的車拋錨這個訊息 他馬上 他後面因為斷的實在太多了 他後面他就準備一個團隊 在處理這個事情 他就是直接開一台 另外一台卡車去 到他故路的現場 然後呢 這一批人幫他把車上的貨 全部都搬到另外一台 他們開去的卡車上 然後把這台車請這個業主 趕快再繼續去完成他要的事情 然後 剩下的那一批人 留在原地 處理傳動軸的事情 能處理他們就現場換 不能處理他們就拖回他們的場裡換 那最後當然他們知道這樣不是辦法 他們也一直在研究去拜託很多鄉下的小作坊 齁 對於這個鋼鐵的這個比例 強度可以到達他們規範的一個小作坊 一直去拜託人家 最後才解決這個傳動軸會扭斷的這個問題 好 好像上了那有可能嗎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 也許他這個裡面有 裡面有碰轟啦 但是我是很欣賞說這個 做 服務的精神跟態度 好 我們也一樣啊 你在外面購樓 你打給我的服務人員 我們一定會用最方便消費者的方式 我們也常常有時候會 開我們的代鋪車去 那讓客人他如果趕著要去做什麼事 他就先開我們代鋪車走 我們的人員留在現場去處理後續的東西 我覺得 東西不好沒有關係 齁 齁 那就算你東西再好也會出錯 所以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當大家願意支持你來買你的東西之後 你不能讓他失望 你的服務不能讓他失望嘛 齁 所以我說那時候那支捷在賣東西的時候 都說給台灣人一個機會齁 這是這個台灣人齁自主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都很願意愛自己的國家 但是問題是 你給自己的支持你的人什麼東西 當我壞一個東西 我要等料等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我怎麼能接受 當我在國內買 比人家國外買你的東西還要貴的時候 我怎麼能夠接受 我覺得這就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嘛齁 你是要用心來服務人家 還是你只想賺錢而已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齁 你像我對不對 我們比較高端一點 我不僅要人我也要錢 對不對 齁我們兩個都要嘛 齁所以我們就比較累 我們比較辛苦 因為我們兩個都想要 我們比較貪心 誒媽啊不送來直接把我訂單取消捏 怎麼會有那麼垃圾的Uber E啊 為什麼 Uber E為什麼會那麼垃圾你跟我講 他送送送然後沒送來最後把我取消怎樣 對啊廣結善緣說得好 Bernie桑說得好 我們就是這個廣結善緣 能夠互相幫忙的朋友之間大家就互相幫忙一下 每一個來跟我們買車的客人也是一樣 大家都是互相幫忙 真的啦我用我的專業幫忙你嘛 對啊賺點外快這樣 不會以後我們陸續還是會繼續 繼續這個有什麼我跟你講嘛 你們就是記得訂閱分享我們的影片 按讚一下我們粉絲頁對不對 那廠商看到我們人數好像不錯 宣傳的效果不錯就會請我們拍影片 就會來請我們做業配 那我們就可以拗東西對不對 對不對然後來送給大家好不好 拗越多送越多因為我留著沒有用 對今天這是我的新攝影棚 之後我們還可以請來賓來聊天 好我們把這個鏡頭再拉拉的更遠一點 旁邊兩個位置都有 以後就可以有這個 談話性的節目好不好 對記得分享我們的影片 阿找你的朋友幫我們訂閱 阿廠商都看我們數字嘛 對不對阿看我們數字不錯 我們就可以來拗 拗東拗西 沒有啦中獎歡樂很重要 中獎也很重要 齁所以你看 對啊沒有什麼業配的 當我們業配越多 大家就會 對不對 大家都 我覺得這樣實在是三贏嘛 對不對 齁三贏聽起來好像很奇怪 為什麼明明好有一句話 從我嘴巴說出來嗎 都變得很淫秽的感覺 好不好 以後我們就盡量 有廠商我們就盡量 處理東西給大家 真的真的真的 錢乃生外之物 但是我都放在口袋比較多 呵呵呵呵呵呵呵 齁 齁 乾啊那個東西我也缺啊 對不對 好啦好啦時間差不多啦 齁謝謝木菜附定 我們的Focus感恩 也恭喜你加入小獅汽車的大家族 真的是大家族 好啦大家晚安齁 苦耐 大家晚安